slopes Party 底特色 中文字幕畫下 磯 guaranteed 美味料理 iendo 幸福之味 enjoy 歡迎收看 景出好料理 我是小琪 我是阿琪 我是姊姊 琪姐好 琴哥好 今天 我們老師為大家介紹的是 紅酒燉牛肉 嘉林 YES 我的牛肉 等一下 憨心 蛤 你知道我沒吃牛肉 煮牛肉煮我這麼多飯 釣魚果的啊 沒有吃啊 算了 算了 我可以倒 這次你牛肉可以吃嗎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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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姐不要啦 我們今天的牛肉呢 是用這個掌毛的香菇來代替 掌毛 對 其實今天這一集是 觀眾朋友要求的 一個碗這樣講到要破掉 阿欽啊 你也跟你們子傑老師說 要介紹一個素食的 素食的啊 我們今天做的是素食版的 紅酒燉牛肉 這個素食的好 好喔 因為我也都... 我多少都在吃素食 今天為大家要介紹的是 紅酒燉牛肉 所需要的材料有 那喉頭菇我們拿到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用的是無菌摘狀的方式 不太需要清洗 但是有時候如果我們翻過來 後面髒髒的 切掉還是稍微洗一下 那洗完之後 濕的 先用我們電風扇把它吹乾 再來操作會比較香 裡面比較不會乾脆的 一種是比較蓬鬆的 一種是質地比較硬的 那比較硬的地方 就是它下面的根部比較發達 蓬鬆就是上面比較發達 那我們今天用的這個是比較蓬鬆的 用剝的把它剝開就可以了 大小... 大小的沒關係 沒關係... 自然的好了 這種東西很快熟 所以它不用像牛肉要燉好幾個小時 對 好 那剝開之後 然後我們就馬上開火 煎過 那不要放油 不要放油 這樣它會泡麵才出來 這個直接倒數加過 然後接下來我們配一個南瓜 切大塊 跟猴頭菇差不多大小就可以了 然後櫛瓜 切小塊一點 下來就是乾鍋煎一下它 就容易水分很高 不用擔心它會焦掉 煎到它有點... 它的湯汁有點稍微出來 然後上色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過來 鍋內備用 這邊熱鍋 然後我們的玄米油進來 這個油是好的油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有負擔 對 可以稍微多一點 我們接下來的步驟是要 炸蔬菜 煎這個蔬菜 煎這個蔬菜 結關應該是最後 對 結關最後 因為它很快熟 稍微用煎的方式煎一下它 好 那我們的蔬菜 上色之後 就可以進來鍋裡面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好 留一點油下來 繼續櫛瓜進來 櫛瓜 櫛瓜 櫛瓜就有一點 蔬菜的順序就是 紅蘿蔔 然後南瓜 然後最後再來煎我們的這個櫛瓜 我們剛剛那一點油煎完了 那個所有東西 然後櫛瓜 還有深一點 一樣不要浪費 番茄進來 這是 這是番茄丁 番茄丁 對 義大利的濃縮番茄 好 炒一下 讓那個茄紅素出來 出來之後紅酒 紅酒這也是準備了 對 主角紅酒進來 好 番茄炒一下 要怎樣 要撈一段 好過不 糖 糖 酌亮 好 那鹽巴最後放 鹽巴最後放 對 鹽巴 因為有水分的關係 對 然後我們熬完之後 下來調味 好 那我們現在讓它燉 大概燉個五分鐘之後就可以了 五分鐘 好 那我們五分鐘後再回來 好 哇 五分鐘 五分鐘到了 對 這種菇類它不像牛肉要那麼久 很快速入味收汁就可以了 收汁差不多收到怎樣 大概像 這樣子 有點稠度就可以了 你再灑一些麵 灑灑 這個稠稠呢 然後這個收好了 那個櫛 櫛這個時候收進來 因為它是一個快熟食材 為了保色 我們不要那麼找進去 好 這個時候放鹽嗎 放鹽 然後差不多子杰老師有說 就是你如果要放鹽的東西 你就是到東西快完成的時候 你再放 因為你有水分 你現在放的時候 水分速度越少 你就會越嚇 然後把它拌一拌 唉唷 收汁了 好 我們的紅酒燉牛肉 素食材完成 對 開動 開動 噢 需要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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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全世界沒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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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他們 怎麼說在 全世界的爸爸媽媽 全世界的爸爸媽媽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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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key Monkey Hand Monkey Hand 是 好不好 不要說 不要說 這 火頭菇 素食的喔 我現在要麥芝茄喔 我麥芝茄茄 跟動作 幻想是 我再吃一塊 這個 牛肉 小口一點很燙喔 好燙喔 好燙喔 這個好像是 CHOICE等級的 五分熟牛肉 好吃喔 你去吃蔬菜 都好吃 今天我們南瓜 是特地選這種 台灣的 比較Q的喔 台灣的南瓜它的 特色是 水分 對 水分 那再來就是它的 纖維 纖維會比 麥芹南瓜多 多喔 麥芹南瓜比較粉 所以它比較 纖維比較少 什麼人家說 好吃的料理 一定是大魚大肉 是啊 不一定 你看看 素食的 煮得這麼好吃 又香又甜 真的超棒的 仔細老師 我們這道菜就是 紅酒燉牛肉 很簡單的寫起來喔 好吃喔 你如果不記得 叫網址可以看 我們捷吃好料理 下次見